只见搜救人员沿着绳索 跳下湍急溪流来回搜索 从这边下来之后 现在往下飘 而搜救人员一路从上游 经过缓流区后 往这边看 我看到有一个 疑似橘色的包包 在溪中搜索 终于在下游约100公尺处 发现疑似是失联钓客的包包 这里是新竹五方香鬼泽步道 冷明男子24号前往步道钓鱼 在傍晚失去联系 而25号清晨 有民众在钓鱼处 发现其中一人卡在绳索 不过已无生命迹象 已信民众 已卡在绳索中 由我们消防人员将它 直接搬到岸边 另外一名民众目前未发现 周日山区大雨 一次溪水暴涨 两名钓客来不及逃 不幸发生憾事 消防局出动9名搜救人员 全力搜索另一名钓客下落 记者 杭蒙前过游身 新竹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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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